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运 佛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矣 归于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刚一百七十页 转到这个 运处戒 运六处六戒 现在转到六戒 莫六戒合合 世间苦为恶 好 那我们说到这个佛法讲 世间是苦 主要这个 主要这个世间是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从这个有情的组合来说 就是运处戒 五运六处六戒 那五运六处六戒 是所谓有情 从物理 从生理 从心理 就是重物理 重生理 重心理 还是在想一下 那从这不同的层面来分析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讲世间 这里讲世间 苦为恶 世间是苦 一般我们说世间是苦 那这个世间 一般我们说有三种世间 五运世间 那五运世间 其实应该是五运六处六戒 那么有情世间 那有情的身心 有情的身心就是五运六处六戒 那有情 这个是正报 那有情的一报 就是国土世间 这三种世间 五运世间 六处世间 这个六处是重战 这个五运 色受想形式 这是生 生是色 应该是这么写 色受想形式 五运 是色 然后受想形式 受受想形式 这个是心 这个是生 这个是心 很明显的五运是重心理分析 这个是重在心理的分析 心理的分析 重心理的分析 因为生是色法 只有一个色 所以重心理的分析 那六处 六处是颜耳鼻舌生 是颜耳鼻舌生 一 这个是生 这个是心 那很明显的这个生 这个生色法里面有颜耳鼻舌生 所以这个是重生理的 感官是生理的分析 重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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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处 现在我们讲六处 地水火风空事 这个是生 这个是心 那这个地水火风空 它跟颜耳鼻舌生 跟这个色 都是生 你看 但是 这个重点不一样 所以 这里是什么 物理的 重物理的 这三个 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什么 重物理的 就是物质的 地水火风空 所以 所谓的我 所谓的友情 友情 基本上就是身心 合合的 那么身心合合 它就是身心合合 就是身心合合 那这身心合合 可以从 心理 生理 跟物理上 去 分析 就变成五蕴六处六戒 那么这个就是友情 就是我 所谓的我 友情 就是我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讲 前面讲过 五蕴跟六处 现在来讲六戒 那其子都是在形容我们这个身心 好 那我们来看六戒 所以它说 或六戒合合 是间苦为耳 那前面是六处 取尽而生事 那五蕴 懒卓不能理 好 对于苦惧的身心自体 就是身跟心 就是身心自体 那 翻 就是分析说 运触间 佛 握着着重于物质的分裂 而说六戒合 比如说 四大为空 有势在中 庶民为人 四大为空 有势在中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 水 火 风 空 四大 就中间 四大中间有所谓的空 那么这个空就空隙 这个空是空隙 有四 在这个 依这个四大 而有 而诸 所以说 这个叫做人 其实就是友情 就是众生人 六戒 六戒是六类 是构成众生自己的六项因素 戒是种类或因素的意义 就六种 六种因素 六戒是地 水 火 风 空 四 六戒 也叫做六大 那一般来说 印度人都叫做四大 那个是物质 地 水 火 风 那么这个从友情来讲 六类 六大 其实就是六种根本元素 地 水 火 风 四大间 是物质特性的分析 中国比较没有用这个 中国都是用另外一种分裂法 叫做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然后相生相克 印度基本上四大 佛法讲六大 印度也有讲七大 反正就是他们从根本物质里面去看 他说意义有深有浅 从浅处说 身体的骨肉等坚硬性 是地贱 就是硬的这个 像我们的骨头 肉这些 血跟汗 这个是液体 一般我们就叫固体 液体 气体 其实是这样 他说骨肉 这个比较坚硬的 这个叫地 血汗 就是我们的汗 痰 这种水 这种湿润性的 润湿性的 这个是水界 那么温热性是火界 就是温度 呼吸运动等轻动性 这个是封界 那么这个是物质生理的一切 空 这是空间 这个空是空间 跟这个空性的空不一样 如脏腑中空隙 眼耳鼻口等空隙 以及周身毛孔都是空间 换言之 换句话说物质的身体 是充满空隙的 是就是了别取卓的六四 人耳鼻则生意 这六种因素就成为众生 就是有情 众生成就的身心之体 经上也说得运得戒得处 其实就是运处戒运处戒 这是众生苦聚的一切 那意思苦聚就是苦的聚集 这有这么多苦八苦 我们讲七苦 生老病死愿正慰爱别欲求不得 然后总说五应赤胜 那因为有这个身体就会有苦 一定有苦的 有这个身体就有苦 有了这个就有了生命 所以就有了苦破 就苦逼破 就是让我们不想要有 却不得不有 那么这种逼破 这正如老子说的 无有大万为无有生 老子也是这么说 我们之所以有苦 有大苦 那是因为有这个身体 但在外道的思想中 除了这个身心现象之外 还有永恒不变的灵 或叫做我 一般他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灵魂 灵 魂 一般来讲 印度比较常常讲 佛教里面都讲心 意 事 印度讲我 讲自信 那中国 中国都是讲灵魂魄 就比较不一样 那有时候讲灵魂 有时候讲魂魄 那就是中国常用的就是 灵魂魄 灵魂有一种 但是道家来讲 有时候讲三魂七魄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那这个中 佛教里面基本上都是 不讲这个永恒不变的 但是他讲心 意 事 邪恶上的这一部分 印度基本上讲我 自信或是犯 讲这一些 所以他说 或者叫灵或者叫我 才是流转于 地狱人间天国的主体 就是有一种这种 如果是印度的话 他是这样 就是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我 赐我 或是神我 或是神我 或是犯我 反正他有 他有几种名词 然后这个 这个主体不变 永恒不变 清静永恒不变 然后他流转于 比如说六道 这个 这个 流转在六道 天人阿修罗地 六鬼畜生 在六道里面 至于 你不在六道 你出六道也是这个 都不变 有点像后来佛法讲 如来藏 中国的话 比较主要的观念就是像灵魂 那么这个灵魂也不变 然后你做人 然后做生天 做狗也一样 这个灵魂 就换一套衣服而已 那个人不变 冬天穿冬天的衣服 夏天穿夏天的衣服 长衫短袖 然后至于你半国王半乞丐 穿衣服的人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衣服不一样而已 那你轮违六道 晚至于你不轮违出轮违 那个不轮违跟那个出轮违的那个人 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你生天穿着衣服 做人穿着衣服 做狗穿着衣服 就穿着披着皮 不一样而已 其他都一样 这个 那个主体是一样的 那这个叫做我 有一个主体的概念 好 所以 他说 这个外道的思想中 除了这个身心现象 还有永而不变的灵 或者叫我 这个才是流转在地狱人间天国的主体 来自于认为他们犯 这个犯我合一 我跟犯合而合一 就解脱了 那也还是这个挺 其实 这是重贞于吃的幻想产物 那这一点不太容易明解 我们总认为应该有一个我吧 那不然谁在修行 那不然谁在解脱 谁在成佛 会有一个成佛的我 而变成这样 那这个其实佛法不这么说 但是也不是钻灭 不是完全没有 但也不是一开始有那个永恒不变的我 不是的 如果世间众生在生死六道中受苦 苦因苦果的无限延续 更没有别的 不为是这运戒处而已 一般都叫做运戒运戒 那老师正讲运戒处 在佛说苦惧的开始中 第一个指出了这是彻底的苦破性 真实是苦不可另用 现在就讲四弟苦即灭道 那这个都是从 因为苦 现在要讲四弟 生生共法主要就是三学八正道 那四弟十二元起 这个是解脱的一个核心 就是三学八正道 然后四弟十二元起 讲这个 那四弟苦即灭道 苦从哪里来 苦从有这个生进来 现在在讲这个道理 好 所以 他说 第一个开示这个是彻底的苦破性 真实是苦不可逆论 一定是苦 没有办法说不苦 即使生到非想非非想 八万大劫都不苦 八万大劫过后还是苦 那个也是短暂而已 那个也是短暂而已 如不给予彻底的修制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那最苦的就是第一 千生千死 万生万死 那么只有少少 就是像无间定义 受苦是没有间断的 那可以苦 那非想都非想 八万大劫都不受苦 可是八万大劫受命尽了 一样苦 一样堕落 堕落又开始苦了 那 所以三戒里面 没有不苦的 除非解脱 除非出三戒 所以三戒不安 有如火宅 那个火在烧 你的房子大 烧比较慢而已 渐渐渐渐 就烧到你这里来了 所以这个没有不苦的 像一只狗 顶多活十五年 他就大概第十年 他就开始受苦了 那人活一百年 大概第六十年七十年 六十岁七十岁 开始就苦了 但是有一些从小就苦 不一定 那我们说好 我们说好一点的 好一点 就是 你就渐渐看到 那个老病死的苦 那这个小时候 愿正会爱别人求不得 这个都一直都有的 其实从小到大 都有几种苦 没有少过 但是因为年轻人跟小孩子 比较不会体会到苦 比较不会 所以 比较体会到苦的 基本上是 年纪大了 他开始感受到苦 那个会是越来越深刻 会比较越来越深刻 所以年轻人就算没有钱 他也不会苦 打拼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 年纪大了有时候 拼也拼不来 也拼不过别人 然后又觉得好像死路无多 那种逼迫感会比较重 那年轻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那种逼迫感比较没那么重 而且觉得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时间 你将会有这种想法 好 但是 我告诉你这个苦就是苦 你有不苦的 只是你的感觉 就是有没有真实 就是说 一般 所谓叫做颠倒 这个意思是苦的 可是你却认为不苦 认为是热的 所以真实是苦不可认论 假设你没有彻底断掉这个苦因 那其实你要离苦 那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个 第一个是讲 确实是苦的 第二个指出了苦惧的事实 这苦惧就是苦的惧集 就是有很多种苦 生 老 病 死 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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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是所有宗教都没有谈过的 除了佛教 其他的宗教没有在讲缘起 佛陀证悟缘起以前 没有任何的人知道世间是缘起 那缘起就是我 因为我 我们刚才讲苦惧是什么 是这个身心 这个身心是个苦惧 是苦的惧集 就是所有苦都是因这个身心而有 那身心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这个身心 每一个人都有身心 我们都有五因身心 这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这个身心叫做夜报 夜报身 夜报身当然是从夜来的 我们这个身心 刚才讲五因身心 我们这个身心叫做夜报身 这是有情 有情的身心 这是夜报身 那夜报身当然是由夜感召这个火爆 饮夜晚夜 我们前面讲过 夜报身有夜 那这夜怎么来的 夜当然是烦恼来的 那烦恼主要的烦恼是什么 是五敏 五敏跟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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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这个我 我爱 我所爱 我 我所爱 我爱就是自我爱 我所爱是境界爱 自我爱 境界爱 属于我的 那由这个 由这个五敏贪爱 不知道无我 因为不知道无我 所以就对于我 我所起贪爱 所以因为五敏贪爱 这个烦恼就造种种的夜 就起贪真知 造种种的夜 那造种种的夜 造种种的夜 成熟了就受报 就有这个五敏身心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佛法主要在讲元起 不知无我 其实就是不知元起 他告诉你 有阴有阴世间极 有阴有阴有这个身心 有阴有阴这个身心 不会有 但是他不是断面 如果我们讲无我 如果我们讲无我 那有可能是断面的无我 但是佛法讲的无我 是元起的无我 元起的无我 元起的无我 因为唯物论 像共产党他也讲无我 死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个是断面的无我 所以无我有两种 一个是断面的无我 一个是元起的无我 那断面的无我 不是佛法说的 佛法讲的是元起的无我 那有我 那当然不是佛法说的 好 所以他这里讲苦生由业极 业极互游过 发业与论生 云会感苦果 好 现在在讲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 以下说明极定 现在讲苦极灭道 苦是个苦果 那苦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极 苦极灭道 苦是苦果 极是苦因 我们说过三圣共法 解脱道 主要的核心道理在三学八圣道 跟四地十二元起 那么这个主要都是在说 在强调怎么得解脱 那解脱就是没有轮回的状态 那轮回是谁 是由这个我再轮回 那我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见我爱 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直取有一个我 那个就是无名 因为直取有一个我 所以应该对我所起贪爱 一定是这样 就好像你认为 这个车是我的 你一定爱起你的车 如果别 那个车不是你的 破掉了 你虽然觉得可惜 但是你不会生气 你也不会一任把它补好 那是你的你就会 那一样 我们的身体 那你直取了 那你就会在里面 起种种的烟 种种的烦恼 那这一些 就后来又形成下一次 下一次轮回的因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来看 底下说明吉地 吉是因为缘而生起的意思 这吉起 生起 众生世间的苦果 这是友情世间 那么为什么会不断地生起来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存在是因为我们过去 然后也许你五十年前 也许你三十年前 也许你六十年前 看你几岁 那么你那个身体坏掉了 那你在这个当前 你在前世 这个时候又积极了这一生的因 那这一生我们又 像我们从小到大 又累积了那么多的因 那么又积极了未来的因 就这样 是试一试的这样 那不断地生起 然后消失 生起消失 就叫做生灭生灭 那人就有所谓的生老病死 就有这种状态 如果是地球或物质 它有所谓的沉住化于空 那现象就变成所谓的生住意念 好 那么这是由于业集 业力 这个佛教里面讲 世间最大的力量其实就是业力 业是因为是为善为恶的行为 这个叫做表业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表面上都表示出来的 又从善恶行为而引起潜力 就叫无表业 因为这个业力就是 那个潜力 那个业力你看不到 但是比如说你骂人 你听得到他在骂人 你称赞人 听得到他称赞人 医生救人看得到 这个歹徒杀人看得到 所以这个善业恶业是看得到的 但是你照善业照恶业 有的那个业力 比如说你杀生你就短命多并报 你偷到你就贫穷悲见报 那这个恶业的业力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个业力 所以这个叫做无表业 表业 无表业 因为业力的积极 苦果就从业力而集起来 那我们说过业跟报 就中间要成熟 业跟报 现在在讲苦 那这个苦是一种果报 那这个果报是由业来的 那业要形成果报 它必须成熟 那怎么样成熟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硕硕重 不断的积极 像这里讲 业力的积极 不断的积极就容易成熟 那成熟 成熟就受报 就好像你骂人 骂一次人家也忍耐你 骂两次 骂三次 骂三次 累积到一个程度 人家忍耐不住 也骂你啦 也打你啦 就像这样 那一样 那我们这个一次一次的累积 比如说你喝酒 一次一次喝到三十年 五十年 那常常酗酒 后来就干硬化了 那肝坏掉了 那是累积来的 肝为什么坏掉 那是因为你不断喝酒 不断喝酒 你吸毒也一样 那一次 两次 三次累积 累积到时候身体坏掉了 头脑坏掉了 那这个都是叫做积极 累积 那就是业就容易成熟 苦果就从业力而集起 就升起 但业集又为什么升起呢 那为什么会有业呢 那你为什么会造业呢 那是由于祸 我们刚才讲祸就是烦恼 迷惑是烦恼的通称 因为众生的内心的不良因素 反动脑乱 这才有业的提起 烦恼才造业吗 那烦恼有非常多烦恼 那这根本的烦恼是什么 再来看 说到这里 应该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说要知道业力的招感苦果 业力然后才有果 这个果就是爆 所以说业爆业爆 烦恼是主要的力量 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 一个是发业 一个是论生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发业 什么叫论生 一个发业力 无论善业或恶业 凡人招感生死苦果的 都是由于烦恼直接 或间接的引发而升起的 所以如果断了烦恼 一切行为就都不成为 招感生死的业力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有烦恼 你所造的一切业 不管是善业或恶业 都能够招感生死苦果 那你说起烦恼还会造善业吗 会 因为你要看什么叫做烦恼 不是起烦恼才造恶业吗 怎么起烦恼还造善业 那些人会起烦恼会造善业 就是你的善业也是有砸懒的 他那来 我们后面来看 后面会来解释 那先来讲这个业 这个业有业力 有力量 那这个业力是因为烦恼才会造业的 推动 如果你把烦恼断了 那你虽然有造业 但这个业不足以招感生死 业就是行为 但是你没有烦恼的行为 你心没有烦恼的行为 不会招感生死 举个例来讲 佛头在普提处下断了烦恼之后 他也有业 但是他这些业不会招感生死 他也度很多众生 为众生说法 他也走路 他也吃饭 这个也叫做业 他有生业 有口业 有异业 但是他也照三月 他不照二月 但是这一些并不会招感生死 舍利佛目见年 证了阿罗汉之后 他也度众生 他也洗澡 他也吃饭 但是他也不会招感生死 但是舍利佛吃饭 佛头吃饭跟我们吃饭不一样 那我们是有烦恼的 我们吃饭吃得不好吃 我们会骂人 会嫌弃 肚子饿 我们会害怕 没有得吃 我们会悲伤 反正是种种的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重点在你有烦恼跟没烦恼 业都是有业 多受业 业其实是一种行为 身口意的 身体的 语言的 跟内心的 那么这一些都叫做业 叫做生业 苦业 意业 那没有烦恼 叫做清静 身口意清静 那我们是不清静有杂览 但是杂览里面 不清静里面又有分 善 恶 无 亲 三种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讲假设有烦恼 那么不管你造三月二月 都会招感生死 三月就招感到天上好的 二月就招感到三二道不好的 其实这样差别而已 但是都一样是业 第二个润身 业已经造了成为众生的业力 但必须再经过烦恼的引发 他才会招感苦果 你已经造了业 像我们现在都储存了很多很多的业 有天的业 天人的业 有人的业 人间的业 有地义 有恶鬼 有畜生 有阿修罗的业 我们内心造了非常多 我们从小到大 你看我们造了多少业 然后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这些都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等到你命中的时候 看哪一个业比较重 就先到哪一道 如果说你善业造 你这一生善业造得很重 那么你升到天上 但是你并不是没有恶业 恶业还没成熟 恶业要等到什么 在做人的时候 在起烦恼了 恶业成熟了 那守恶报 是这样 所以有润身 你必须要有烦恼的引发 那些燕才会在招感苦果 就好像种子生芽一样 虽然有种子 但没有水分的滋润 还是不会生芽 也就是因此 烦恼断了 一切叶种就枯干了 失去了生果的力量 像出果的圣者 他也照燕 但是他的根本烦恼断掉 所以他就算会照燕 照不了多大的燕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这个人 会打人 但是他的手筋断了 他就是打人 也打不了 伤不了什么人 就像这样 那树根拔起来了 他还会开窝 还会长叶子 但是长不了多久 没有来源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由于烦恼的发业已论生 在因缘汇合时 才有业种的招感苦果 所以一般但说业感 是说得不够明白的 假如要说业感生死 业招感 业力招感生死苦果 倒不如说由无名等烦恼 而招感生死 说得更恶要心 因为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是无名 意思是这样 因为有无名 起烦恼 烦恼照做业力 业力敢遭生死 所以真正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是无名 那什么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道 原起无我 就是无名 好 业有生与意 善恶及不动 业灭如种息 百千结不失 谁业感生死 不出于三界 那这个我们之前 应该也有讲过 业 业其实是相当复杂 其他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也没有业力的文化 没有 中国其实讲 还是依天为主的 惩罚善恶还是由天 所以假设 天家人后 那也是天人 天人要惩罚王 所以要祭天 要祭神 要拜神 也像这样 那西方的文化也是这样 是上帝决定间 那我们是由天人 天官四伏 天人降灾 这一切就是好不好 那是天人决定的 可是印度的文化 这种业力的说法 其实是其他文化没有 那这个早期的婆罗们 还是觉得 这个是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苦乐是由上天决定的 后来这个奥运书开始讲业力 他发现到其实是由业力来决定 不是由神来决定 中国是讲由天决定 外国都是讲由神决定 那 后来发现其实是由业力决定 是自己决定 业是自己造的 那业基本上 基本上从造业的 从造业的 造业的来源来讲 有什么 申口业 申业 口业 意业 所以有申业 口业 意业 那么从业的这个 从业的这个 体性来讲 有善恶无忌 善业 恶业 跟无忌业 无忌就是非善非恶 其实是这样的 那从善业 从业的这一个感召生死来讲 有所谓的 隐业跟满业 隐业就是 隐到六道的 那满业就是 圆满不圆满 书生不书生 你升天做人 做牛做马 然后做鬼 这是隐业 然后做牛 漂不漂亮 做马 漂不漂亮 做人漂不漂亮 有没有聪明 说命长不长 那这个种种的 那有钱没有钱 父母好不好 这种种 这些都满业 所以又隐业满业 那从这个业 决定不决定来讲 又有所谓的定业不定业 定业不定业 这个是深业苦业一业 善业二业无计业 隐业满业定业不定业 就是业有 业有种种的前面来看 好 那这里讲到 他说业有生与异 善恶及不动 那导师这里是善业 恶业不动业 那一般体性是善业 恶业跟无计业 那不动业 这里讲 一般是善 这个从他的体性来讲 老师这里是写不动业 那不动业其实也是善业 他就是定 但是 这个是预见的 这个善是预见的 这个是色无色戒的 这不动业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极力中 就是业的积极 招感生死的业力 在五圣共法中已经收到 这前面我们有说到了 稍微前面有稍微讲过 那 现在略说 业有两类的三业 第一个生与异 这是从业的所异而分裂 就是业的源头 生业 口业 异业 生业 比如说杀到淫 这是生业 口业 两则 恶与妄口 妄与其语 那个是口业 异业 贪嗔痴 这个是恶业来讲 那如果善业的话 就不杀 不偷不到 不但不杀 而且故生 慈悲 不但救生 救护生运 不但不偷 而且不偷不到 而且 这个 不失 然后 救济众生 然后 不但不允 而且端正 这个 帮助众生 这种 这种是 所谓的生业 口业 两则恶口 妄与其语 不但不两则 而且和和 两个人要吵架了 说和 劝和 不恶口 而且有讲 讲好话 那 讲柔软语 那 讲 讲这个正经的话 那 这些 都是有所谓的善跟恶的不同 好 那这个是从生与义 从生与义之所生 所以我们会讲 我们唱文句里面讲 往昔所造诸肉业 从生与义之所生 那往昔所造诸善业 也是从生与义之所生 一样 身体的动作 或是恶的如杀道 或是善的如不杀不到 这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动 而是带有道德或不道德性质的身体动作 这种身体的动作名为生表焰 业就是动作的一生 业就是造作的动作 身体的造作 那么叫做生业 由此身体的动作引起潜在的动能 名为生无表焰 业意 所以叫做表业无表焰 然后这里还有讲 就从业的可见不可见 叫做表业无表业 还有一个表业无表业 他说这虽然无可表现 但是物质的能力化有着招感果报的作用 业力就是会感召果报 同样的语言的表达 文字可说是语言的生乐化 就是语言的表达 妄语两则是恶的 诚实语和和语是善的 名为语表焰 一般来讲就是四种 妄语两则恶口其语 这是四种 由此语言的表达而引起潜在动能 名为语无表焰 表焰无表焰 生乐与语焰都属于生理的动作 以及引起的动能都是属于物质的 另外讲到意焰 那就是心的 属于心的 与诗心所相应的心心所法是异焰 那心 心所 一般我们如果从五印来讲 色 受 想 行 试 试是心 受 想 行 是心所 那主要是诗心所 主要是诗心所 那么所有的一切心理的作用 都在诗心所里面 除了受跟想之外 所以那重点 重点是跟诗心所相应的 心心所法 那受就是苦受而弱受 不苦不勒受 想就是里面这种印象 诗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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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的活动是意焰 由内心的发动和表现于生语 这种动生发语的诗 就名为生与语焰 所以诗有时候叫做 动发诗 省力决定动发 动发就动发生口 这后来讲到比较细一点 就是我们讲诗心所里面 诗心所里面 诗心所里面 诗有三种 省力决定动发 动发就是动发生口 动发生口去造业 我想要骂那一个人 决定要骂那一个人 动发然后真的 真的骂出来 对那个人骂 也像这样 这种过程 造业就是这样 我要造一个业之前 要经过心 如果我是无意中造的 那种就力量不强 我是有意的 所以说故作业 故作业 故作业 故作的 这个故就是因为 你经过省力决定动发 然后造作的 故意 故意造作的 这个故作 故意造作的业 就故作业 必受报 容易感召果报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说有这么一种说法 那 他说这个动身发语的诗 就是 他说如果 从业来讲 有这么说 一种说法 就布派里面的 他说动身发语的诗 就是 深业跟业 那这样就变成 主要是讲这个心 因为 你 诗是意愿 诗心所是意愿 那 由 诗心所 由 由 他说 这个 诗心所动身发语的诗 就是 深业与业 就变成 你 你这个诗 就有 身与意愿 身口意愿 就是诗心所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说 这样的解说 倾向于维心论 只要是心的作用 然而佛说 善与恶的 身业与业 是天眼所见的设法 就是说 就是说 夜有夜相 夜有夜相 就好像说 意思是怎样 意思是说 一个天人 他有天眼 他有天眼 他可以知道 这个人死后 会生到哪里去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像那个 虎行外道 他有天眼 然后他在那边打坐 看到那只牛 死后会生天 那只牛死后生天 那个就是一个夜相 天眼的天眼见到了 见到那个像 一个夜相 那你有天眼 那你也可能看到 这个人 这个人死后 会堕落轨道 会堕落畜生道 假设他没有改变的话 如果他改变 他的夜相又会改变 就是会有这种 就是 他虽然是夜令 但是 他是一种什么 可见的 天眼可见的 所以 他是在讲 他是天眼所见的色法 所以说 无表夜是物质所引起的特种动能 应该更妥当些 第二个 善恶即不动善夜 一般讲 一般讲三性 善恶无气 但是因为无气夜 无气夜不招感生死 它比较没有那一种作用 那会招感生死的就是善恶不动 我们来看 他说善恶 善夜与恶夜之外 什么是不动夜 这是与禅定相应的夜 其实就是定夜 那因为三界里面 三界里面 善恶都在欲见 那色无色界都是不定夜 不动夜 都是不动夜 与色无色定相应的夜 当然是善恶 但禅定的特征是不动夜 所以夜也叫做不动夜 当然定也是善恶 但是重点是色无色 所以就是不动 这种不动夜 能招感色界即无色界的生死 它是从招感生死来讲 如果从它的体性来讲 善恶无气 不动夜是在善夜里面 是这样 好 因此善夜与恶夜 是专只能感欲界生死的夜力而说 善夜恶夜感欲界生死 不动夜感色无色界生死 其实是这样 无论是身体或语言的动作 讲话就是语言的动作了 或者由此而引起的动能 表夜与无表夜 依佛法说 这都是生灭无常的 刹那就过去了的 夜已刹那灭而过去了 那么怎么能够招感后果呢 对于这个 金中比喻为种子一样 像草木的开花结枝 虽然凋谢枯萎了 但种子还会生芽抽枝而发咽 或者比喻为如熏喜 像长过明香的瑕疵 香虽然已经取出了 但瑕疵里面还留有香气一样 因此后代的学者就成立种子说 习气说 这个跟为世有很大的关系 经部都是种子说 来说明月丽感果的可能 因为要解释 无常生命 那为什么会有果报 照理讲 插那生插那面 那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插那生插那面 我插那生插那面 我死了之后 跟下一个我应该是没有关联的 因为无常无我 那为什么我这一生造的善业 下一生的我会享受福报 我这一生造的恶业 下一生的我会受苦报 那不就是有一个我吗 那不然怎么能够保证 跟造业的人跟受业 造业的人跟受报的人是同一个呢 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好 那现在 他用种子跟这个行气 来说明业力感果的可能 但这到底是通俗的批语而已 好 那说佛法的生意来说 依佛法的生意来说 就是他甚深的道理来讲 过去了或者说插那面了 这并非说等于没有 而是从现实存在 转化为另外一种事态 那么业果比如说 他是从业的道理上来说 这个业 插那生插那面 那怎么可能业一直积极 然后会形成作用呢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他说这个是从现实存在 转化为另一种事态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能量 可以说灭了 过去了 不是没有 而还是存在 当然 这个与存在 与现在的不同 如物质的从子 而转化为能 木头 或火烧 它有能 但是木头没有 甚至叫灰 但是它转化成能 绝非没有 但不能以体积 子爱等物质概念 来局限它 所以业力的刹那过去 一样的存在 当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存在 只要遇到因缘的会合 就会召改果报 如能的化为子样 假使因缘不合而 夜是永久存在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假使百千节 手造夜不亡 因缘会亦始 果报还至受 无论是百节千节万节 无量数节 夜力不会失去 还是会赶果 众生随着不同的夜 遭感生死果报 一生又一生的延续下去 藏在五趣中流着 就是五道 由于夜是烦恼所引发 烦恼所滋润 所以无论夜是怎么样的善 高尚到什么地步 终究不出于三界 高尚就像定夜不动夜一样 一界色界无色界三界 是众生活动的三大区 就是我们在这三大区里面 来来去去 没有出过这三大区的 在这三界里面永久是生死不了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不了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了生死 了生死 所以出世的三圣圣法 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 而不自在受三界生死的祭福 这才能实现佛法大解脱的目标 好 那么现在从夜 从怎么样会有生死 怎么样会有苦 那开始讲 讲到那么生死是怎么来的 那生死当然是从夜来的 那夜怎么来的 夜当然是从烦恼来的 那所以现在就讲到 那烦恼是什么 烦恼 那后面就讲烦恼是贪嗔痴 那为什么会有贪嗔痴 后面就讲到主要就是我 我见我爱 从这里 再慢慢讲到这里 好 我们先下课